我觉得你好像不是很在乎钱 我从来不会为了钱去做一份工作 或是去做任何的事情 王子文因为儿子的关系 单身了七年 为了儿子能有好的生活环境 和接受好的教育 王子文特别努力 这些年马不停蹄拍戏 拍广告 终于个子小小的他 在娱乐圈站稳了脚步 只不过带着一个孩子的他 根本不好找对象 随着年纪越来越大 王子文只好参加相亲节目 原本是抱着试一下的心态 不料真的交到男朋友 吴永恩是一个长得很高大帅气的男人 他从小在漂亮国生活 有很深的见识 在与王子文见面后 吴永恩彻底心动 爱上了王子文 甚至在王子文坦白他有一个儿子 吴永恩都不嫌弃 依然接受王子文所有的一切 只不过对于吴永恩的处处接纳和包容 大家都觉得他另有所图 毕竟以他的条件 完全可以找一个比王子文更好的女人 果然在享受完王子文给他带来的名气和热度后 吴永恩发生了转变 在王子文问道 愿意给我儿子买房吗 吴永恩脱口一句 可以但没必要 也是暴露了他的家底 同时也可以看出 他不想为王子文付出 那么看完你觉得王子文的要求过分吗 欢迎留言评论